好, 不好意思, 你的… 剛好的, Francis 我認得了一部車, 是Vinci的 洗開一部車 我聽人說Vinci好看你 說了你去Rose Girl那邊幫忙 看來你也哄得她多開心 現在連車也給你開 我叫你洗開一部車 你對女人也挺有辦法的 不過你別忘了, 別人有老公 上次搞出這麼大件事 你還不知道害怕嗎? 我跟你說最後一次 洗開一部車, 我趕時間 你很趕時間嗎? 我不趕, 我想先打個電話 等我打完電話, 你才走 不過我不知道談多久 Mary, 你怎麼樣?很久沒見 聽說有個新餐廳開了 這部車就叫Tony's Kitchen Yen, 我送給你那張照片 你給了教主沒有? 我第一時間給了她 她有沒有想到怎麼應對? 我也不知道 不過她說你回來的時候 就帶你去見她 總編, 你有事找我嗎? 你送給Yen的一封電郵 哪裡拿回來的 不好意思, 我不方便說 我不知道你的一封電郵 在哪裡拿回來 但為甚麼你要交給我們 我只是希望總編可以有心理準備 可以早點應付潘世棟 這個記者招待會 在這件事上高 阿朗很大機會會被董事局踢出局 而最有資格上一級的是你 我想不到甚麼原因你會幫她 沒有原因 因為我是Mosk的員工 上次幾雲找給這麼好的條件 你們都不過檔 你不是想留在這裡等更好的機會嗎 我上次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為甚麼我不過Mosk 我不想再重複一次 你可否告訴我們 為甚麼我們要相信你 Martin, 我想有些事你弄錯了 我不需要你相信我 如果你覺得我這樣做是很不合理的話 你可以當我沒看過這封信 如果我沒記錯 你只不過是遲過我入貨三個月 年五年來, 我跟你除了公事 私底下基本上沒怎麼特別談過 我知道你爸爸是我們公司的董事 我知道你是一個難得的編輯人才 但其他關於你的, 我一概不知道 我很感激上次你沒過我當是Mosk的女孩 但我也會想為甚麼你留下來 你真的對Mosk有歸屬感嗎 我不知道 你想等待機會再上更高的位置嗎 我不知道 至於那封信號是真還是假 我更加不知道 因為由始至終 我不知道你是一個甚麼人 Ada, 他們只是想弄清楚這件事 他們說的話是無惡意的 葉總編, 我在Mosk只是打份工作而已 我跟你只是常司和下屬的關係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我是甚麼人 我為何不過當, 為何要留在Mosk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事 至於那封信, 你就當是我作的 好了, 我沒事找事來做而已 那你滿意了嗎?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我先回去工作吧 怎麼樣?大家說得怎麼樣嗎? Ada根本沒有正面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不相信她突然站在我們那邊 突然幫你, 她肯定有些事 我也覺得是 Yenne, 你覺得呢? 我覺得那電郵是真的 我覺得Ada真的想幫你 她不是沒原因的, 她喜歡你 今天Jason很好 車在外面, 我推你出去 Cesar, 我想問你一條問題 你想問什麼? 我們是否應該要收手呢? 是, 阿朗是錯了 是走錯了一條路 但是我們需要不需要去得這麼盡? 我聽說Mosk已經被品牌商封殺 阿朗已經在受教訓 我們是否不需要再踩多一腳呢? 我給你的答案很簡單 一個字, No 阿朗, 我以前都像你那樣 我試過心軟, 最後結果是怎樣? 阿朗只會變本加厲而已 你相信我吧 我們去得越盡, 才能夠幫得到阿朗 或者我真的想得太多了 是你覺得對的嗎? 我是不應該心軟的 放心吧 待會兒我會照你的對白鴿 一個字都不會留 馬先生… 馬主席, 找我有事嗎? 阿朗 我想問你是否想親自出席潘世棟的記招? 這件事跟我有關, 我有責任要在場 其實你可以有另一個選擇 無需親自出席 還有, 如果鎮監潘世棟 他說的話是涉及誹謗的成分 我可以叫沙門那邊 出封律師信給他 朗, 我真的怕你去到 令到處境很尷尬 其實這件事並不像馬主席上 那麼惡劣 我和Derek太多年不見 他可能對我有點誤會 好, 那我也不勉強你了 來, 我送你去 好, 去吧 阿朗, 我這裡有一封就是 七年前公司給潘世棟的報告 我們曾經發現他收過品牌商的錢 他也答應過我們如果再犯的話 我們會報警抓他 封信是假的 朗, 剛才我和馬先生談過 朗, 既然他們可以偽造一封電郵 去抹黑你 為何我們不可以做同一件事 你的利益就是公司的利益 你應該站在公司的立場來看 我明白 我不跟你們去, 我上去看直播 朗, 祝你運氣 阿朗, 你幹什麼? 你沒有這封信拿什麼和人還擊 Derek是我師父, 也是我的恩人 他要聽我下懸崖, 我心甘命甘 各位記者朋友, 很感謝大家出席 今天的記者招待會 這次我為這位朋友舉辦這個記招 是因為最近外界有很多不利的傳聞 針對Mose的總編葉朗 這些傳聞是真是假的 到現在還沒能夠認證 而我這位朋友 就是坐在我身邊的潘世棟先生 潘先生和葉朗相識超過二十年 整件事的真相 潘先生是其中一個知情的當事人 他會藉著這次記者會 跟大家說清楚整件事 Derek 葉朗 你知不知道你怎麼會來的? 你知道潘世棟先生會說什麼嗎? 他聲師有整件事的真實是真的嗎? 他剛才一定會去發言 我聽到你和Mose的聲譽呢? 說兩句話… 關於潘先生職相發表的言論 我想藉著這次機會 作出兩種聲明 第一, 如果所說的是屬實 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有根有據的 即使是摘眼本人 我也抱著有則改之的態度 全部因而接受 第二, 如果一些無中生有 扭曲事實 肆意無理本人的底位說話 我必定會透過法律程序作出申訴 以捍衛本人的名義 潘先生, 你可以繼續 我們歡迎任何人出席我們的記者招待會 Derek, 你可以繼續 各位記者朋友 我相信大家來今天記者招待會之前 都已經查清楚我的身分 我就是Mose的前仲偏 在我剛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之後我幫過一位年輕人 我們的關係就像好朋友一樣 每逢他有什麼問題 他都會發電郵給我 問我的意見 好, 五年前, 我發生了一種交通意外 令我不可以再繼續打理Mose 幸好這位好朋友 刻意從美國回來 接管了我的心血 Mose才有今天的成就 我很想趁今天這個機會 親口跟他說一聲多謝 葉朗, 多謝你 阿朗 你還記得我昏迷之前五天 你曾經寫過一封電郵給我 裡面說什麼? 不如我給你一些提示 在一封電郵上 你提過你和Closec解約的真正原因 既然你今天在這裡 不如你親自把這封 你親手寫給我的電郵 和這麼多記者讀出來 在同時, 我會看你 你來的電郵 我會看你 你的那句話 你喜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